正在长春举行的第九届中国东北亚布兰会上 由吉林省一家航空技术公司生产的尼亚型通用飞机首次公开亮相 这架飞机结束了吉林省没有制造组装飞机的历史 而在中国,这架尼亚型通用飞机的功能也远远多出其他型号的通用飞机 尼亚型通用飞机是法国贝斯特沃夫公司根据其产品巡逻兵语验发展而来的升级机型 此次展出的这架尼亚型通用飞机采用了中法两国的制造技术 并在吉林省内完成组装 9月9日,记者在飞机展示现场了解到 这架尼亚型通用飞机总重260公斤 机身长5.9米,翼展8.9米,可同时容纳两人乘坐 有效负荷200到268公斤 目前在中国每架售价127万元人民币 公路上,水泥路上,水上,冰上,雪上,草地上都可以起降 它的就是,这些功能吧,就离老百姓我们日常用的话会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方便 张岩介绍,展出的这架尼亚型飞机,装备有60升的油箱 加满97号汽油后,飞行高度可达3000米,可以连续飞4个小时,约1000公里 飞机适用于表演,勘探航拍,电力循限,农药喷洒等多个领域 据了解,2013年吉利省计划生产5至10架尼亚型飞机 让其在不同领域展开服务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